你看,你一多,你仔细看啊,一多你看吧 这个果胎是不是没腐烧啊? 嗯,对,这个是不是没腐烧啊? 没有 这个是不是有腐烧,有腐烧都没成? 你看,果胎腐烧和苹果之间的关系是 果胎腐烧上的叶子产生的营养 保障当年这个苹果的膨大 在营养有结余的前提下,顶端成花 你看,他去年,他创造的营养 只能满足当年苹果的需要,就满足不了下一年吃花的需要 所以说他就没吃花 量大可以,量大你一个原则 反正我说,15公分长度 长度上,站在长度上说啊 站在长度上,10到15公分留一个,有多少留多少,他都没事 你这太集中了 10公分,连一个都不,只够一个 只有一个指标 这二生意只能剩一个,那生死可不罚你吗? 是不是? 所以说,得给他均匀的留股 知道吧? 得均匀的留,你不能集中 你比如说像这样啊,这就要看,你去年啊 你看,从这里开始啊 嗯,嗯 这还有一个过来,你看,这还有一个,还数掉一个呢 这还有一个呢,一,二,三,四,五,六 这是,七,八 这叫串花牙,看吧 去年从这里看吧,这八个,这叫春梢上的串花牙 又叫凉花座,包括这个,九 这还有一个,十,十一 这十一个,叫凉花座,叫春梢上的花牙 叫凉花座,知道吧? 这凉花座呢,针对于这样的凉花座 就是十到十五公分,留一个 以什么,以两个最大的苹果 不是,一个苹果长一百是吧 以两个苹果,相邻的两个苹果不碰 不磨,以那为原则 那留他都没事,留多了他都没事 是不是? 嗯 你看这个,这个是,古代富装嘛 这叫丁果吗? 嗯 这叫丁果 丁果不占这个十五公分的指标 另外说,有多少留多少 是这样查理出来的 知道吧? 清楚了? 莲花座皇家,十五公分只能留几个 彼此是,古代富装捡过,十五公分可以 又短时,又短时 就是,就挑这一种 对,古代富装不占莲花座距离的指标 还是另外的 知道吧? 咱们喝酒的时候,怎么不占什么? 不占指标 二期不占指标 知道吧? 不占二期 二期不占指标 是不是? 是的,是的 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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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